昨天美国股市收盘后 脸书公布今年第二季财报 美股盈利42美分 总营收为29.1亿美元 超出华尔街的盈利预期 营出股价在过去12个月来 上涨接近170% 继Google和Yahoo之后 成为移动广告新宠 本周华尔街许多科技公司财报纷纷出炉 脸书已超出预期的29.1亿美元营收 于美股42美分盈利 成为标准普尔500指数中 表现最好的股票 脸书已经实现连续9个季度盈利 并且增长速度也没有要放慢的迹象 在过去一年来 脸书股价上涨接近170% 成为移动广告新宠 有没有其他地方 在网友或在网友的境界 像是Facebook 除了世界的规则 除了全数人和商业 在网友的平台上 然后人们在网友用Facebook 我们完全看在Instagram 然后视频 我们认为视频宣传 能够到平台上 并在网友用Facebook 可能是最后一年 数字会说话 脸书虽然受到隐私权争议 全球大当机 甚至还有沉迷脸书的负面研究报告 但仍主导不了 全球社群网站龙头的成长 新唐人亚在电视 国际新闻组编译 新唐人亚在电视